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宣布对美国新增1000亿美元投资 新建三座新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以及一个研发中心 对此有台湾产业界人士批评称 台积电做法欠考虑使台湾丢掉了王牌筹码 也有观点认为台积电此举将导致在台湾的建厂资金被挤压 同时毛利率和盈利也都将受损 对此台积电在宣布扩大美国投资后发出的新闻稿表示 此举主要是应对客户的需求 以达到美国生产制造经济规模效应 目前在台湾的投资计划不变 对日本、德国投资计划也会持续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 3月上旬 台积电扩建高雄P4、P5厂还评大会召开 并最终获得了审查通过 后续可以开始执行相关建厂程序 同时台积电还强调 公司的股息政策不变 未来将继续致力于年度和季度的基础上 实现可持续且稳定成长的美股现金股息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中心执行章吴大人认为 台积电与美国政府谈判时 没有考虑台湾的处境 应该让政府或经济部去谈 纳入整体经济利益去谈判 但是现在是台积电自己和美国政府谈 等于被各个击破 台湾因此也失去了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台积电增加在美国投资 并没有换到其他好处 非常可惜 台湾前经济部长尹启明也表示 这件事对台积电有三项不利影响 首先是会排挤台积电在台湾的建厂资金 其次是会导致台湾产能占比减少 最后是会导致利润减少 从台湾政府的角度来看 则是经济安全双重损失 赵峰国际头顾副总经理黄顾伟表示 台积电若在美国大幅扩厂 产能必须能满足订单需求 否则将影响台湾厂的供需平衡 此外 美国厂的成本预期比台湾高出四倍 对台积电的基本面毛利率不利 尽管外界质疑 加码投资美国可能导致毛利率受压缩 但台积电仍对其长期毛利率 保持乐观态度 强调将维持53%以上的水准 同时 公司业重申将持续稳定增加股力 台新投雇副总经理黄文青认为 台积电在美国扩大投资 至少可以化解台湾半导体相关的关税危机 不过他也强调 台积电美国设厂将影响获利 如何控制海外建厂成本 是未来重要的课题 虽然短期股价可能会震荡 但中长期而言 台积电在AI领域仍具有领先地位 其成长性值得期待 与扩大赴美相较 接手英特尔的决策 才会让市场更担忧 天风证券分析师顾明基则认为 台积电此举短工长多 是一场双赢的谈判 美国政府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台积电则在美国政府的需求与商业利益中 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 未来对台积电而言 最重要的仍是市场需求及先进制程技术 能否保持领先 对于台积电扩大赴美背后的原因 除了美国政府因素 关税问题及客户要求之外 半导体知名分析师陆行之 则在Facebook上表示 可能还有两点 一方面是台湾生产了很多低毛利高单价产品 出口到美国 加速了对美贸易顺差 但很多顺差产品没赚多少钱 现在美国找台积电这个高毛利的企业出来顶罪 而台积电虽然美国客户占比超过70% 但很多半导体产品 没有直接或间接输出到美国市场 二是台湾缺电 可能也是台积电扩大赴美投资的另一考量 台湾政府死守非核的利弊得失 似乎仍有待商榷 与此同时 记忆体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Micron宣布 已任命两位经验丰富的商业领袖 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因Mark Liu 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审计和见证合伙人Christy Simons 加入其董事会 担任董事职务 资料显示 刘德因在台积电工作了30多年 担任过众多领导职务 包括2004至2012年期间 担任高级副总裁 2012至2013年期间 担任联席营运长 2013至2018年期间 担任总裁兼联席执行长 2018至2024年期间 担任执行董事长 在他的领导下 台积电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厂 目前他是多策略投资基金制 NM Copper Beach Ventures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刘德因的职业生涯始于英特尔公司 当时该公司正在开发其32委员微处理器技术 随后他转到AT&T贝尔实验室 在那里进行基础高速电子研究 刘德因的其他董事职务 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顾问委员会 他拥有台湾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 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 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另一位美光新董事Christy Simons 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审计和见证合伙人 他将于5月从公司退休 拥有近30年为全球技术客户提供服务的经验 他在德勤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 同时领导团队解决客户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包括全球股票核债务发行 以及企业范围的数位化转型 Christy Simons 最近领导了德勤的全球半导体卓越中心 整合了该组织的多方面能力 为全球半导体客户提供咨询 顾问税务和见证服务 他最近还担任德勤审计和见证业务的 美国技术、媒体和电信行业负责人 Christy Simons拥有克罗拉多大学 博尔德分校利兹商学院的国际商务和金融学士学位 是加州注册会计师 也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成员 美光董事长、总裁兼执行长 Sanjay Marotra表示 刘德英是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者 拥有深厚的技术专长和商业头脑 他拥有数十年的经验 领导着世界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半导体公司之一 拥有规模最大的晶圆厂营运 他的经验将有助于指导美光、扩大业务规模 以应对人工智慧从资料中心到边缘 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机遇 Christy Simons则在全球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丰富经验 将为他们继续优化美光的业务 专注于创新和增长、提供宝贵见解 他在半导体行业的具体经验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因为他们的董事会将继续制定美光的战略 以应对未来的机遇 美光首席独立董事Lin Dago表示 他非常高兴地欢迎刘德因、Mark Liu和Christy 加入美光董事会 Mark Liu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厂 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而Christy为全球半导体公司提供一系列服务 这为他们的董事会增添了力量 美光期待他们继续为美光的长期成功做出贡献 不论如何 带领台积电多次走向巅峰的前董事长刘德因 在出任美光公司董事后 未来能给整个半导体业界迎来怎样的光景 还值得观察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润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